你好 歡迎收看晚間八點的最前線新聞 我是錢莉如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難道才四月份在高雄已經有颱風出現了嗎 這是在今天早上受到了封面影響 高雄沿海地區突然白天變黑夜 下起大雷雨 而且像這樣子刮起了十級的強震風 監視器拍下了恐怖瞬間 威力完全不輸颱風 這是清晨六點多高雄前陣的加油站 一開始還風平浪靜 但十秒後突然風雲變色 先是下起大雨 接著強風也來了 垃圾桶直接被吹掀 垃圾物品滿天飛 你看我也在看我 也看不清楚 像那紅苔 你紅苔還看不清楚 粉酒湯 蝦 整個都 整個面子都吃掉料理 雨水加上強勁的風勢 監視器畫面都快看不清了 霧茫茫一片 上班中的加油員 字角更驚人 加油倒成了緊急避難所 但這風呼呼的吹 雨水毫不柔情的 往玻璃上拍打 就怕這加油倒承受不住 員工躲在裡面嚇壞了 而同樣被嚇壞的還有這名阿伯 加完油準備要離開 就在穿雨印的過程中 風雨越來越大 最後甚至把機車都吹倒了 根本無法上路 阿伯只好汽車 躲在兔子後面 懲罰被吹跑 因為這風最大瞬間震風可是有九到十級 已經是颱風等級 就連貨櫃都被吹到位移 短暫雷震雨狀況還沒解除 封面可能帶來瞬間強震風 湖內跟永安都有民眾捕捉到了 一早強震風跟大雨的威力 而氣象屬預估 未來兩天依舊有大雨或好雨發生 民眾要注意嚴防機淹水 強震風還有雷擊 提片新聞 趙麗劉璇 高雄報導 好 另外在嘉義地區一早也下起大雷雨 像是東石跟布袋都傳出了積水災情 中南部是這一波的降雨熱區 提醒大家行車務必注意安全 因為像是在台八二線道 就有轎車失控自撞 另外台南國道三號東山路段 甚至發生死亡車禍 有一對夫妻千人永隔 台八十二線上紅色轎車自撞 還好女駕駛沒有明顯外傷 意識清楚 四十幾歲的女駕駛直呼脖子疼痛 緊急送往醫院救治 二十五號一早六點四十五分 疑似天雨落滑 視線不佳 女駕駛才失控自撞 一大早嘉義下起短岩時強降雨 頓時昏天暗地 東石地區出現了積水情形 就怕漸騎大量水花 車子拋錨 不論汽車還機車只能減速慢行 在水上地區著雨花啦啦的下 積水更為嚴重 民眾只能涉水而行 在台南國道三號東山路段 凌晨兩點多 年僅二十四歲的物流司機 則是撞上了路旁的標示牌 貨車上的貨物四處散落 她的太太坐在副駕駛座 兩人一度受困車內 救護人員到場 她的太太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物流司機趕著要從 嘉義民雄送貨到高雄古山 手已抽血沒有酒精反應 不排除疲勞駕駛造貨 這讓陪著她的年輕太太 因此喪命 讓人不生唏嘘 TVBS新聞季見橫顧所昌 南部報導 好 所以現在外頭降雨會越來越明顯 因為水汽移入的會越來越多 我們先來看這張雷達回撥圖 就是晚間最新的狀況 包括封面之外 因為還有西南風助長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一波一波的對流不斷的移入 而且以中南部地區降雨最危險數 在過去一個小時 其實高雄都有20到30毫米以上的雨量 所以要大家小心安全 我們就來看 所以氣象署目前也針對了像是 苗栗以南還有台東地區 是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特別針對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高雄跟屏東 現在發布了豪雨特報 尤其在山區 這幾天又是地震又是降雨 提醒大家務必是要盡量避免前往山區 我們也來看這一波的降雨 當然就是在明後兩天會最為明顯 而且在明天的時候 很多人是要上班跟上課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以星期五這一天來說 在中南部地區依舊會有非常顯著的降雨 目前看起來還是會持續上看豪雨等級 另外在北台灣地區 明天同樣要注意的是 有大雨等級的降雨會出現 而在花東地區 同樣要注意的是會有明顯的雷震雨 所以未來幾天 包括一路到星期六的上半天 降雨都會非常的明顯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那麼這一波雨是什麼時候會趨緩呢 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易會閒 今天受到封面影響的關係 我們看到在南部地區多個縣市 都出現了暴雨 甚至傳出了災情 要提醒觀眾朋友們 未來一週來說 我們持續的都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尤其在禮拜五 以及禮拜六的時候 就會達到降雨的最高峰 很可能強度就會像是 梅雨的春雨一樣 也就是雨勢會非常的大 我們來看到這封面 今天來說是斷開之後 西段持續的在華南地區發展 而明天封面就會難壓 因此全台灣都會有震雨 和雷雨發生的機率 特別留意的就是在中璋以南地方 很可能雨勢會更加的劇烈 因為明天來說是吹西南風 因此南部地區明天多加留意了 那麼來看到到了禮拜六 以及禮拜天的時候 到時候整體的大氣狀況 還是不穩定 因此容易出現一些中小尺度的 對流發展 也就是說可能有一些強降雨 強震風 雷擊 以及甚至出現冰雹的狀況 都有機率 那麼緊接著看到禮拜一之後 慢慢的才會恢復多雲道勤的狀況 不過到了下禮拜二 以及禮拜三的時候 又有一道封面通過 因此全台灣又會是有降雨 和雷雨發生的情形了 未來一週來說 天氣狀況都不穩定 要提醒觀眾朋友們 雨具一定要攜帶著 好沒錯跟惠仙剛提醒的一樣 這幾天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出門 當然也很希望這一波降雨 可以幫水庫解渴 但看起來似乎是難以雨露均沾 我們先來看像是中部的日月潭水庫 這幾天有進漲了160萬噸 目前的蓄水率有86% 但是像是在明德水庫 雖然有進漲5萬噸 但是蓄水率依舊是偏低的 只有29% 而北臺灣的石門水庫這一波 並非降雨熱區 因此目前預估 這個進漲並不多 至於嘉義的增穩水庫 也還必須再加油 目前的蓄水量大概是34% 而未來兩天物標盛防 致災型降雨 在目前 途中在黃色紅色的地方 就是降雨比較明顯的區域 所以大致上在中南部地區 目前局部地區降雨 還是比較明顯的 周四上午大雨特報範圍不斷擴大 苗栗以南 嘉義雲林 台南高雄一直到屏東等11個縣市 都有短延時強降雨 但越晚雨就越大 從地面天氣圖來看 這周第二波封面逐漸靠近臺灣 周五整天和周六白天 東北風和西南風 冷暖風交會對流深厚 是降雨最劇烈的一天 不排除帶來治災性好雨 一直到周日全台都有雨 周一北部還沒有一道封面建立 中南部雨是才會趨緩 但北部中部山區還是會下雨 在周日之前受到封面的影響 其實在降雨上面都會比較偏多的 尤其在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都可能有 局部大雨的一個發生的機率 一整周都要帶傘 但下雨也為中南部水庫稍微解渴 截至25號上午9點 苗栗的明德水庫蓄水量29.4% 從22到24號 總降雨效率有5萬噸水進漲 鋁玉潭水庫和德基水庫 這幾天又多120萬噸水 而日月潭累計雨量13.8毫米 也多了160萬噸水 至於溫度方面 整周低溫大約都落在23度 高溫不會超過30度 但沒下雨時 湿度還是高就會悶熱 整周天氣狀況很不穩定 尤其在山區還是要留意 雨震後土石松落加上暴雨 可能釀成土石流 最好避免前往 特別新聞的朝日人黃俊瑋 SNG小組台北採訪不到 好確實最近又是大雨又是地震 包括像在苗栗大陵的大陸林道 之前好不容易搶通了 只有昨天又再度發生攤坊 還有中橫變道也是 從5.2公里處開始 多段的落實攤坊 總計大概有10多個地區 短時間內應該是無法清楚搶通 工程人員忙著搶通 這是台中中橫變道 之前的地震造成嚴重攤坊 又遇到下雨真的是雪上加霜 凋落的石頭有的體積龐大 小山貓都清除不了 變道從5.2公里處開始 有多段的落實攤坊 總計10多處 短時間還無法清楚搶通 24號 25號 變道都無法開放通行 度量最高達20mm 昨天開始就有蠻多的落實 造成攤坊 那總計到今天為止 清除的地方有17處 總共有5處較大的攤坊 目前為止還有兩處 還在清除當中 苗栗大陸林道也是嚴重攤坊 林道東線5.2公里 之前攤坊搶通了 24號又攤了 雪坊管理處清除 可以步行通過的空間 旁邊圍起了警示滑線 現在只能步行 自行車無法進入 目前從大陸林道東線上山的登山客 有6支隊伍總共41人 雖然大坝尖山是許多山友人生目標清單 不過此時上山實在危險 雪管處呼籲山永遠都在 登山不急於一時 TBS新聞謝桂金吳淑平 台中苗栗報導 好 官員朋友 我們稍早又收到一個不幸的消息 是403大地震又新增了一名死者 是17歲的黃信高三學生 當天他搭乘巴士前往太魯閣精英酒店實習 途中被落石擊中 雙腿嚴重的受創 經過了22天的搶救 今天下午人宣告不治 也因此成為了403大地震 第18位的死者 就是在晚間的8點11分 我們提供您的最新消息 還要來看到的是在富凱大飯店 今天持續進行拆除 下午逐漸往右邊拆 到了六樓天花板 不過也發生了意外插曲 有住戶必須回家拿藥 因此拆除工程 一度暫停10分鐘 拆除富凱大飯店 中途因為加油停工半小時 下午也出現小插曲 暫停施工10分鐘 因為真的很重要 才會要求 能不能先緩緩 讓他們回家拿個藥 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 越挖越深 逐漸往右邊拆除 只是拆富凱大飯店 不只受限高 因為我們是根據我們現場的情況做判斷 要從哪裡先入手 所以那個時候是最危險 因為它是一個抉擇的開始 變形幾公分 那其實都沒有所謂的什麼微不危險的問題 那個都是我們自己工程師的主觀判斷 要訂立一個警戒值 如果到了警戒值就會特別注意 重新檢算並修正轉移重型 工程人員操作大隔機 開挖初期都得繃進神經 一旁經緯儀以及自動監測儀器 也會隨時確認有沒有位移 進行雙重保障 目前還是一樣破壞到六樓的天花板 那陸陸續續會從最高層的 烏土開始拆除 然後讓混凝土快依序落下 那目前拆除的進度 都在我們預期當中 那我們也是預計在兩個禮拜內 能夠將所有的工程完成 說出這句 讓附近住戶安心不少 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掉落下來的碎塊 會進行階段性清除作業 避免波及鄰房 而至於銅帥大樓 則是要等全台為二 42公尺大怪手抵達 目前剛進口到台灣 得先組裝並試機 都沒問題就會運到花蓮 預計週六上工 開始拆除銅帥大樓 TBN新聞零用事 許敬鴻將於蔓延身份 SNG小組花蓮採訪報導 而花蓮縣封冰箱 稽奇村上百位的村民 目前是無水可用 因為二十三號規模六的餘震 破壞了當地的自來水系統 現場幾乎是斷源殘壁 村民說地震當下 他們是用爬的離開 簡直就像末日場景 破損的水管不斷外露 民眾只能先自行修復 受到二十三號強烈餘震影響 花蓮縣封冰箱 稽奇村的簡易自來水系統 水源突然消失 造成七十多戶大約一百多位居民 無水可用 目前只是最重要的還是 飲用水 因為目前水源桶那裡的水 都已經陷下去 然後水也沒辦法順著水管過來流 我們現在接的水管 大概就是先從山泉水那邊來用 可是山泉水它還是混濁的 山泉水用來洗鍋碗瓢盆 至於洗菜洗米必須使用礦泉水 居民得勤跑超商採買 或從公所補給 只盼自來水系統早日修復 由於全村都是沒有水 可以使用的狀況 他們就先接洗了 這個一根一根的水管 從山上是接水來用 那這個水就會先去 運到了這個後方黑色的水塔裡頭 再來做後續的應用 地震不斷清洗 當地居民吳先生的家 外牆竟出現破洞 走進客廳 簡直就像被炸彈轟炸過一般 處處可見斷源殘壁 家具傾倒 吳先生和老母親不敢睡在家裡 暫時躲在山上公寮 真的是那個明天過後的場景 地震的時候 我們就是從裡面爬出來 前兩天買了十箱 現在剩兩箱 太兇了 搞不好過幾天 可能就沒有水可以買 走進基奇社區發展協會 多處牆壁嚴重軍列 圖書室裡的書籍也東倒西歪 原本每天都會有 將近三十位長輩來這裡報到 結果據點暫時關閉 一場地震打亂正常生活 TV別新聞 玲瓏市江雲曼在花蓮的採訪報導 還有村民是有家歸不得在 花蓮秀林鄉的富士村 位於雅尼新城山礦區 位於崩落危險區 因此昨天下午已經有將近四百位的村民 被緊急撤離 村民也回憶說 漁政當下還能聽見土石滾落的聲音 進入礦場只是遠遠看就讓人覺得觸目驚心 土石大面積崩落山坡上不少樹木倒塌 就怕大雨一下泥流沖刷 山腳下的房屋早首波及 零四零三強震過後 中橫多處攤坊道路破碎毀損 位於中橫東部起點的秀林鄉富士村 再往山上走就是雅尼新城山礦區 居民指出23號規模6.3餘震當下 能夠清楚聽見土石滾落的巨響 後續幾天又下雨 擔心發生土石流破壞家園 我親眼看到落石 一直從上面滑落下來 我還以為我很擔心說滑落 會滑落到我們的住宅裡面 如果萬一 如果有100多公噸 或是200多公噸的石頭掉下來的話 我想應該一定是跳躍式的 一定會掉到哪裡去 部落居民25號一早搭乘雅尼磚車 前往山上礦區確認災情 北側跟南側都有土石滑落 這些落石都是局部表層 沒有超過6公尺那麼厚 它掉下來就是堆積在邊坡 那個平緩的地方 所以影響範圍大概是50公尺左右 位在崩落危險區的村民 將近500人 24號下午就已經強制撤離 將近400人 雅尼公司解釋 南側崩落面積比較大 不過都集中在礦區平台 儘管如此 還是會增設擋土牆以防萬一 同樣因為餘震加上暴雨 擔心住家不安全的 還有崇德村以及何仁村 陸陸續續一共撤離400多人 何仁村民一早上山發現 簡易自來水的水管斷裂 藍沙壩已經被土石淹沒 實在擔心萬一連日下雨 恐怕災情更加嚴重 只能先撤離再說 TBS新聞高志宏蔡新宇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反乗 腦甚至 赤 曲 .. 就